大家好,时间很快,又是星期五了 一个星期的交易又结束了 很快又来到一个周末的时间 然后今天油价又跌了下来 刚才我查了一下 WTI Crude Oil就跌了一个2.81% 现在是每桶美金38块钱一桶的一个价位 手油价当然起起跌跌 然后这段时间会比较疲弱 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新冠肺炎 最近又来到一个新高 死亡人数一天之内 然后案例的上升 最近是相当的快 相当的令人有点 OK,真的不可小看啦 这个新冠肺炎 手油价的回调下来 我觉得也是要顺应整个局势 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些国家 又开始了一些封锁的一些措施 像欧洲的国家 像德国,法国 他们没有办法 OK,特别是法国 最近的灾情相当的严重 全球现在一天增加了61万个人确诊 非常夸张 然后现在全球 我觉得全球很快 直接会破5000万人确诊 上升非常快 现在已经高达4914万 4606万人确诊 死亡人数昨天来到新高 因为昨天全球又增加了 9,056个人死掉 OK,一天增加死亡人数 9,056个人 这是历史新高 当然未来下个月或者后个月冬天的来临 会不会全球一天会死超过1万人 个人觉得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然后全球死亡人数目前是124万 1680人 美国方面现在选举 他们还在算票的当中 因为还有挺多 号称可能还有几百万张票 还要计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 他在这方面做到比较好 他就相对于特朗普 他就比较压抑自己那种兴奋的心情 然后他就强调 他有发表简短这个演说 他就说每一张票必须要得到计算 那么特朗普就我觉得他这一次真的是超之过急了 OK就出丑 因为之前他太紧张 直接宣布说他赢了 OK提前庆祝 然后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提前的荒腾 可是到了现在 随着开票越来越多 甚至有一些美国的州属 像这个乔治亚州就来了一个逆转 现在算出来的票 反而是拜登在那个州的票是比较多的 OK 然后特朗普他现在放话了 在他的推特 他就说这些票是做手脚的 OK 他是说有舞弊 在这些州的一些情形 然后他又通过他的律师团 要通过法律的一些方法来应对 不过我个人觉得应该 特朗普要方转的可能性 应该是低之又低 个人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说 美国嘛 对吗 他的选举的制度也是相当的严谨的 OK 不是你说 做假就做假 所以我个人觉得 拜登 应该他胜出的希望 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OK 当然全球 今天是不是做出了一个反应 因为今天 马股是稍微回调的一天 OK 有一些股票今天也是跌了下来 当然美国 现在他的灾情也是相当的严重 他已经高达9926,637个人确诊 他的死亡人数破了24万人 现在美国有241026个人 已经阵亡了 马来西亚方面 我们今天确诊又是历史新高 单日增加 所以今天很夸张 我们竟然全马增加1755个人确诊 然后我们总的确诊人数 目前是38,189人 所以可能过多两天 我们总确诊人数会破一个4万人 最近也是增加非常非常快 然后刚才4点钟下午的时候 我们的明年的预算案也终于颁布了 然后当然相对于明年GDP 马来西亚的预测 我是我会说非常乐观 因为政府预测说明年2021年 他们认为说随着全球疫苗的诞生 这个新冠肺炎 他们的假设 有一个非常大的假设在明年 就是说明年的时候 他们假设说这个新冠肺炎会得到一个消灭 这是他们一个重大的假设 然后当然如果消灭掉的话 全球的经济肯定是复属了 这个不用说 所以他们就预测明年 马来西亚GDP的成长可以高达7.5% OK 所以我只能说 如果明年的GDP真的是7.5%的话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就希望如此 当然我大概少了一下 这个预算案相关的一个新闻 这次主要是针对中下层的人民 正如我之前所做的一个预测一样 就是主要是针对那些可能月收入低过3000块的 OK 那些个人低过3000块 其实是非常低的一个收入在马来西亚 然后当然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援助的一个计划 税收啊 包括我看到 如果有需要的人 他可以在EPF的那个户口啊 可以每个月提取500块 然后可以给他一年的时间 12个月乘以500块啊 就是他总共他可以提取6000块来做一个应急 然后这一次啊 政府也是EPF的这个熬的那个%率啊 也是有啊跌了下来啦 明年是啊9%哈 就是如果你觉得啊 你不要熬太多EPF的一个啊 那个%率的话 你可以选择降到啊9% 给你一个选择啦 然后有相当相当多的一个啊 津贴等等哈 对那些啊中下层的一个啊 人民 说好 今天啊 马股当然啊 回调的一天 因为啊 今天下降的counter503个 然后上涨的有啊492个 说今天啊 主要是医疗用品手套股啊 一些啊 疫苗概念股啊 撑住整个场面 跟啊一些仙股了哈 在今天啊 也是涨了上来 首先股像啊 nex啊 netx今天啊 不错啦 逆是起了一个12% so啊 nex我会啊 很快啦 来做一个视频分享 因为今天啊 nex他的一个成交量啊 我只能说非常夸张了 ok 非常大的一个成交量 然后医疗用品 手套疫苗股啊 今天表现不错 atwc啊 起了一个21.1% 当然at啊 前不久我也做了一个啊 视频分享 solution 10.6% hwgb 2.6% confort 他的coloncc啊 夸张 起了一个21.7% 然后啊 mrdiy啊 就是我昨天的视频分享 so昨天才啊 分享今天啊 就起了非常非常多 啊 mrdiy 母股起了8.5% 他的啊 score warrant cd 起了52.9% so昨天我分享了 就是他们的目标 啊 可能在一年多 啊 一年多的时间内啊 mrdiy 他要开 啊 307间店啊 新的一个店面 ok 非常aggressive的一个啊 扩张 啊 dnex今天起了7.7% 最近啊 他们收到一个新的合约 啊 来自于政府哈 给他一个新的啊 contract 这个contract啊 4717万 然后啊 wg377个月了 ok 拿到这个新的一个project 然后啊 nice今天起了10.2% 他们啊 最新业绩8月28号也是不错 qoq啊 起了21% yoy啊 起了一个5% 当然我本身啊 不停哈 在做一个啊 选股服务 jams stoppick 啊 每个星期我会寄出一份选股报告啊 上面会有几家公司 我以啊 价值投资基本面来啊 做一个选股 来到今天啊 非常多的michael啊 回酬也相当的不错 像啊 特glove顶级手套 今天啊 起了2.4% 收在啊 8块半 so最近啊 你看到特glove哈 就是epf啊 疯狂在买 当然epf啊 他现在进的价钱 当然相对比较高了 其实我们很希望哈 epf啊 他在去年的时候 就疯狂的买进特glove 那那是最啊 理想的 因为去年啊 特glove股价还没有爆涨 当然来到现在啊 只能说他已经起了一轮了 ok 特glove已经啊 涨了非常之多 但是epf啊 丝毫不手软 他可以在一天之内买进 啊 756万股的特glove ok so你们去算一下啊 756万股啊 乘以8块多了 这是啊 几千万哈 ok epf一天就花了几千万啊 来买这个啊 特glove的一个股票 ok 非常的一个大手笔 so特glove啊 之前我by call 2块02分 他也分了股息 17.2分 这啊 两年四个多月 也是有啊 329%的回头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9年 才会有 然后prolexus 今天啊 起了两分 收在1块 7毛7 prolexus啊 最近做了一个宣布 他们终于 把他们的口罩 在美国的FDA那边 已经注册了 ok so换句话说 prolexus 他卖的那种啊 布的口罩啊 他现在啊 可以大批大批 直接卖到啊 美国那边 这当然是一个 非常大的利好 so我之前by call 45.5分 他也分了股息 0.3分 这一年啊 两个多月 也是有290%的回头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下8年 才会有 然后啊 清兴 今天也涨了1分 收在1块 3毛9 so啊 清兴 他之前也是大手笔 啊 company share buyback 他也花了 137万啊 在啊 市场买回自己的票 ok 做啊 库存股 so啊 清兴 当然 因为啊 这个财政预算案 政府也是说 明年 他会拨出一定的数额啊 来推行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 construction so啊 清兴 当然他是有机会的 ok so当然啊 清兴 哇 我的buy call 也是啊 起了相当相当多 因为我之前buy call 是啊 57分 他也分了股息2分 so这9个多月 也是有147%的回酬啊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上6年啊 才会有啊 当然还有其他buy call 这边不说了啊 so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做一下这个选股服务啊 每个星期你会送到我的一份选股报告 然后我会以啊 价值投资记忆本面来做一个啊 选股buy call 啊 会选啊 管理层啊 比较ok的啊 资产负债表啊 现金流各方面啊 啊股息最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股息 那个派发 当然公司未来中长期的前景必须要好 然后啊 这个也不是短期投机的那一类 我会suggest啊 buy and hold两年左右的时间啊 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的经济recheck反弹 如果啊 疫苗真的能够灭掉这个病毒 如果啊 这些公司未来发展到更好 那么当然啊 我会说你赚钱的机会其实是相当高 然后啊你潜在的回仇也不会低 so啊 非常欢迎 你可以啊 直接的whatset我 或者啊 email我 我的whatset 好把一个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啊 pm我都啊 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然后来跟大家聊一下啊 这家红筹股 ok 就是啊 今天非常的夸张 他啊 逆势起了非常多 然后成交量非常之巨大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他终于收到BUSA的UMA ok 所以这家公司就是K-Star Sports 啊 Limited 他的cord就是啊 K-Star这一家公司 那么啊 K-Star当然他是一家红筹股 Red Chip so啊 一些人啊 可能心所不懂啊 什么是红筹股 so红筹啊 简单来说 就是中国的公司来啊 马来西亚布萨挂牌上市的 就叫做红筹股 so其实啊 一段时间以来啊 我只能说红筹股啊 一般上啦 ok 给人家的印象比较不好 因为啊之前哈 也是有一些啊 红筹股 就是一些中国公司 他在啊 BUSA哈 就啊停牌了 ok 啊 Suspended trading 啊 不能再挂牌了 因为啊 当然很多原因啦 有些可能是他的财报有问题啊 还是啊 账目上有一些问题等等哈 简单来说啦 ok 红筹股 过去给人家一种印象啊 就是啊一些人会比较怀疑啊 特别是他们的现金哈 因为啊非常多红筹股 你去看啊 他的资产负债表的话 他的cash那边哈 非常夸张 公司有非常巨大的一个现金 这个balance在那边 把问题是啊 之前很多红筹股都跌到啊 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位 然后啊 你也看到公司的啊 大股东啊 director也好 他们也没有买自己公司的票 因为啊 正常来说吧 如果你公司真的那么多现金的话 那么当你公司的股价 let's say跌到一个几分前 啊 照理讲哈 你一定会啊 买回自己的票 ok 因为你公司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一个现金 或者至少你会做一个啊 company share buyback ok 买回自己公司的票 如果你的现金是真的 但是啊 之前啊 一些红筹股 他们就没有这样做咯 所以我只能讲啊 市场 他们会很怀疑啦 到底 你的啊 资产负债表的可信度 啊 高不高咯 ok 这或许是一个问题 but啊 cash最近我只能说他非常疯狂 ok 所以今天他就逆市 飙了一个啊 35% so在啊 83分的一个价位 so在啊 3月18号那时候 熊市啦 so啊 k star 他的股价被他丢到 啊 剩下3.5分哈 ok 3月啊 18号的时候 so啊 非常夸张 意味着说着啊 7个多月的时间 他的股价从3.5分 飙到今天的83分 足足飙了2271% 啊 超过22倍哈 短短啊 7个多月的时间 这是非常疯狂的 啊 啊 这种丈夫啊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上18年才会有 把他竟然在啊 7个多月做到了 ok 非常之疯狂 然后啊 市值他现在是4亿的一家公司 marketcap 啊 qoq 他最新业绩啊 8月21号啊 qoq 进步了两个季度 然后啊 他的收入是有所增加了 qoq 这也是啊 为什么他是啊 小小的转亏为盈 因为在啊 上个季度 first quarter 啦 他是亏钱的 ok 所以来到这个季度啊 second quarter 他小赚了一个 两万四千块 ok break even啊 两万四千块了 这个季度 so castar这只啊 这家公司啊 原本他啊 主要的业务啦 他在中国 啊 如果没有错啊 应该是福建省那边哈 他原本是生产这个鞋的 ok 应该是运动啊 鞋居多吧 ok 运动之类的一些鞋 然后啊 近年来 他在马来西亚 他有diversify的 他有做一点点啊 construction哈 就是建筑 这是他新的一个业务 so 当然我该说了 啊 他收到UMA 今天 因为他股价7个多月啊 涨了超过22倍 这个太夸张了 so UMA 就是BUSA 的一个询问啊 叫做unusual 啊 market activity 哈 就是啊 不寻常的市场的活动 BUSA就要问这家公司 啊 为什么近期你的股价飙那么多哈 发生了什么事 ok so k star 当然啊 不久他们就会reply 给BUSA了哈 到底啊 发生了什么事 嘛 之前啊 是出了一个大新闻啊 ok 就是k star就跟这个疫苗扯上了关系 因为之前他做了一个announcement啊 就是最近 他跟啊 一家公司签了一个MOU ok 就是啊 量解被忘录哈 就是k star这家公司 他被指定为啊sales agent啊 销售的代理 他要啊 在马来西亚卖啊 所谓的新冠肺炎的疫苗了 ok 作为一个啊sales agent so这个消息的啊 出来啊 直接送他的股价飞上天了 ok 我觉得啊 这就是所谓的消息面了 ok 他被委派为这个疫苗的销售的代理 在啊 马来西亚 因为啊 关于疫苗方面 我之前也是啊 说了很多次 就是啊 很多有信心 很多公司有信心 就是在年底之前啊 下个月底之前 他们会啊 推出市场了 然后大规模 这个量产 这个开始 好 我们来看 k star啊 8月21号啊 最新的业绩啦 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20年啊 so他的revenue啊 收入方面 yoy是啊 减少了21.64% ok 他的收入减少 从去年啊 3170万啊 减少到今年2503万 他说啊 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鞋哈 他的鞋啊 鞋的sales有跌下来了 就是他啊 他有两个 一个是OEM 帮其他公司代工 一个是他有自己本身的品牌 叫做地心 ok so不管是他自己地心的品牌 或者OEM啊 那个sales啊 今年啊 那个sales yoy都啊 跌了下来 不过好在是说 他的啊 construction的部门啊 他的建筑部门的收入 反而增加一个226万 so啊 当然yoy 他也是转亏为盈 因为去年他亏了一个47万 but今年他就小赚了一个24000块 主要原因是他的啊 admin expenses啊 就是他的公司的啊 管理的开销那边就啊 yoy降低了下来啦 这就是为什么他有一个小赚啊 yoy 那至于qoq啊 他的revenue是起的 ok qoq他是收入增加21.43% 啊 从first quarter 2071万啊 增加到这个季度 2503万 他说啊 主要原因啦 就是因为啊 上个季度first quarter 有一个啊 华人新年哈 ok cny在那边啊 然后 ok 有一个啊 奴隶新年就啊 造成 他的sales啊 那时候啊 会受到啊 一些影响 所以啊 总的来讲 ok kstart 啊 so你看到 连啊 busa都给了他一个uma 啦 ok 不寻常的市场的活动 就要去问他 哎 为什么你股价最近飙高那么多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股价啊 7个多月涨了超过22倍了 这是啊 非常疯 啊 非常之疯狂 但是他业绩方面啊 qoq啦 小小进步了两个季度 然后啊 啊 我觉得最近到他这样大起啊 就是跟他疫苗的消息有关系了 ok 刚才说了 他被啊 委派为哈 这个新冠肺炎 马来西亚 销售代理的一个agent 那么啊 业绩展望来说了 我本身对他啊 原本的生意了 ok 他中国生产这个鞋 然后他在马来西亚 有做一点construction的业务啊 我觉得我会啊比较保留了 对他啊来临的季度 因为多少啊 他有解释了 在他的prospect那边啊 多少啊 啊 短期时内 至少会比较啊 challenging 会啊 有所挑战 ok 那至于他啊 疫苗的业务的一个contribution啊 现在来说还真的为止过早 因为疫苗还没有啊 真正问世了 刚才我说最快啊 也可能下个月月底之前才会问世 所以那时候啊 他才会作为一个销售代理了 在马来西亚来卖那个啊 疫苗 所以到时候啊 我们才知道了 他真正这个疫苗的生意 能够啊 为他带来多少的一个利润 ok 我真的说市值方面啊 现在当然是啊 已经起了短期 起了相当相当之高 so啊 讲这样多 当然啊 最后啊disclaimer四个字最重要的 就是啊 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啊 是最重要的 好啊 这些视频分享暂时聊到这边 啊 最后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资讯啊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受益 但最后也要啊 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